外面上的這間餐餐店為在新年的民族 在地經營已經幾十年 日前所來的目前的新地點了 家業早餐和小午茶的平衡 前幾年有所說話說 當初會想買早餐 因為本身就有麵包房 實在各款物料都可以自己看著 更加上想跟大家分享自己家 每天都在吃的東西 才會推出早餐的菜單 我們的早餐的概念 源自於一個無有的料理 歐式生菜 它有分不同的醬讓客人去選擇 那主食的部分像鮭魚啊 跟雞腿我們都是用烤的 那食材上面的選擇我覺得 反正就是一樣堅持出心 我們吃什麼 我們的客人就吃什麼 所說話說從以前在古典開始 它對餐店的重心就都沒有改變 餐就是南瓜農湯和干貝沒的湯 都是一套早就開始孔 其中金貝又是跟小農客做 干貝是使用夾的生干貝 那是好吃又健康 我們家的米是吃上米 那我們每天早上七點鐘的時候 我們就會用小火 慢慢的先去熬煮高湯 然後來煮這一個干貝粥 我們家的濃湯是跟小農器做的那個南瓜 一比一的比例 我們必須先把南瓜蒸熟 然後再來做這個南瓜農湯 餐店也有將對著熟食的朋友做出不一樣的變化 全素或是說蛋奶素 那蛋奶素就會搭配我們家的手作麵包 那全素的話我們就會為它準備食谷飯 那我們的食谷飯裡面還會加上我們就是現炒的草菇 對 然後配上油門蔬菜 那油門蔬菜基本上就是一個五行蔬菜的概念 那還有土耳其進口的那個五花果乾 還有椰棗乾搭配堅果 不然早上的食堂是由套早8點到10點4點 稍後還有中途等 下午茶到晚上 一路營養到晚上的9點 不管是要吃倒一餐 都可以完全不一樣人家的訴求 我們看新聞王毅台新娘蔬菜方報道